超商店员站在柜台前 动作俐落地打开说明机拿出钱 接下来走到监视器拍不到的角落 直到店长痊愈回来工作岗位 才发现事情不对劲 以兰赚为一间便利商店 正名街大夜班 上个月17号到职的正姓男子 趁店长生病休假一两个星期时 陆续将公款占为己有 不只如此 也向店长预支两笔薪水 共47000元 等店长康复回归时 他还以身体不舒服 要去医院为理由离开 店长才惊觉扣掉预支薪水外 损失了将近93000元 报案后才发现原来这名男子 早在其他间超商利用相同手法 犯过类似事件 一度遭到判刑六个月 便利商店业者希望他赶快出现 不要再一错再错 记者林医生李嘉燕 以南采访报导 很想找董票